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裁切的部分我們剛剛是主要是針對說老師要拿去哪裡 要沖洗的對不對 那其實很多時候現在尤其現在網路上 很多老師也許會有機會放照片啊 在網路相簿裡面 那或者說您在做教材的時候我就不用那麼大張啊 那這個時候呢您可以怎麼做 就用一般的裁切就好了 你看齁比如說像這一張 本來是這樣嘛 就裁切成我要的地方出來就好了 對不對 好那怎麼去做呢 您看一下這個軟體進來之後 Photocab進來之後 預設的工具就是選取有沒有 好就是選取 你只要看到這個旁邊 有那麼一個 小小三角形的 表示說它裡面還有其他的工具在 好所以您可以按一下不一樣的形狀 那基本上因為我們現在只要舉行就好 所以你可以 把用拖曳的方式 拖曳你要的範圍 如果萬一我發現這範圍錯了 沒有關係在旁邊點一下 就重新取消 就重新再來 那如果像這樣差一點點 你移到這個選舉範圍裡面就可以把它 移動到適合的 最好 最後呢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裁切 對不對 你就把它按裁切 這就起來了 你了解了 所以像這樣的話 我們尤其在做教材或網路上的圖片 你不是要拿出來衝擊的 其實什麼 樣的比例都沒有關係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就是 剛好沒有拿到我要的 對不對 或拍的太多 您用這個方式呢就可以把它 做一個簡單的一個處理起來 所以你看像我們簡報裡面像這樣 有沒有 這樣您大概了解意思 那麼 那麼我們 順便再把這個地方講一下 請問老師會不會拍到這種照片啊 這種照片 您用手機也蠻常出現的 請問您都怎麼處理 直接進入垃圾桶 其實 請不要那麼浪費我們資源回收一下 既然拍了 處理一下就好了 很簡單 因為尤其您在數位相機上或手機上看 應該會再更暗一點點 因為那個效果會比較差 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您看這邊 您可以從這邊回上一層 有沒有 好上一層 這裡有一個相片編修 好哇 你會發現說 裡面照片好像是不是太多了一點 沒有關係 這個軟體有 一個 跟別人完全不一樣的 有沒有看到只有123 我們很少看到軟體有這樣的功能 就是 1就代表一行 2就代表兩行 3行 有沒有這樣就比較快 因為一般我們以前的做法 你就知道這裡可以脫衣大小嘛 所以要自己脫衣 可是這樣有沒有比較麻煩 對不對 所以 如果說 你要全部看到 就3行 應該就差不多了 好 那我就從這邊找到 這裡 這一張 把它丟出來 你用這一張也可以 或者是我另外有一張 這個 這一張 這一張也很好 有沒有 這個是觀山日照 在哪裡 在墾丁 拍夕陽的 很多時候我們要拍日出拍夕陽 你是不是會站在前面 最好的方法就是人不要站前面 因為那個叫逆光背光對不對 可是這樣效果不好啊 怎麼辦 來這裡 你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一個濾鏡 照片 有沒有一個 暗部補光 那我要問一下大家 請問你拍夕陽 如果 要加亮了是不是這個地方就好了 夕陽再加亮還要嗎 那就不叫夕陽了 對不對 所以亮的不用 只要暗的補光 所以你看在濾鏡裡面 照片 有一個叫做暗部補光 那預設是100% 有沒有好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不夠 我們就再做一次 暗部補光 有沒有再亮一點 萬一你覺得還不夠可以再做 但是我們先看 使用前 使用後 有沒有發現只有暗的變亮 這樣 那個字意就很明白了 了解了 好 那我就把後面還給老師 您可以試看看囉 所以下次那個照片 不要那麼急著刪掉 先回家再資源回收一下 搞不好 可以撿回一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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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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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